还记得前阵子建筑工人把两个箭塔合成起来的小彩蛋吗 没错 今天他来了 升级到16本之后呢 会新出两个合体建筑物 会需要到两个箭塔或者两个加农炮呢 才能完成合体 那在这里说明一下 合体之后的建筑物呢 是无法分开 所以合体之前呢 一定要想清楚 并且呢 是需要两个满级的建筑物呢 才能完成合体 如果等级不够 或者是夜世界改装的建筑物呢 将无法完成合体 合体之后呢 也就意味着你少了一个建筑物 或许设计成这样 就是不想增加地图面积 以防东西不够放 所以尽量控制在100个建筑物左右 16本呢 可以合体两个多人建塔 攻击三个目标 生命5000秒3 110 如果只有单个目标的话呢 那他们会合力出击 伤害就是330 那如果出现三个目标的话呢 他们又会迅速分散攻击 多人建好的话呢 可以升到两级 生命增加200秒3 增加10 同样弹跳加农炮 16本也可以合体两个 生命5400 伤害居然高达360 攻击敌方单位之后呢 炮弹会向不进的单位 再次攻击 两个兵之间呢 不要超过四格 基本都可以弹到 这个武器 或许是专门克制女王的 小马在后面呢 都可以瞬间被秒 最高等级两级 生命也是高达5700 秒3高达390 这一次的合体建筑 你觉得是变强了 还是变弱了 可以评论区一起探讨一下 除此之外 后面还有新宠物 新兵种 新宝物 到时候一有消息的话呢 就给大家详细讲解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